主席,各位同仁,蘇主委,各位長官,請主委 主委,我們這個中午到12點,我們就休息 下午我們現在等其他委員,兩位委員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下午不一定要到2點半開始 等他們委員來,要兩點或是點半 我們今天把所有預算跟法案審查完畢 謝謝各位 主委,謝謝黃委員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第一個,明年是不是這個馬總統 所說的這個數位化元年的這個政策的落實 我們在報告委員,這個部分是高畫質的電視元年,數位元年 對,那目前為止進程如何? 目前為止,我們在這個今年的進度,大概都照著進度實施 包括發放這個數位基上核的部分 然後包括這個今年的改善戰的部分,目前都發包了 對,然後這個 過程看得到,明年有沒有辦法如實推動,如期推動 明年可以有辦法如期推動 那我們預定是在6月30號 你的如期推動的內容是百分之幾的節目數位化 因為我們聽到的是,聽到了政府的政策宣示是 明年的時候類比訊號就全部就沒了 是不是,明年類比訊號就全部沒了 是,在6月30號,無線電視的類比訊號會關閉 明年,2012年6月30號 2012年的6月30號,對 無線訊號,類比訊號全面關閉 無線電視的類比訊號會全部關閉 對,然後會提供這個15個SD的台和一個HD的頻道 可是根據,那我先問一下,那這個數位基上核是民眾有償取的還是無償取的? 我想請他們來,我想請主席室的陳處長來 好,請處長告訴我們 全台灣現在的電視收入戶大概有多少? 就有線的應該是沒問題的,有線的沒問題嗎? 是不是,現在有線電... 基上核的話我們是補助低收入戶 那目前按照內政部的資料,是提供給我們12萬戶左右的這個名冊 補助是免費取的還是? 是免費安裝給基上核 那一般民眾取的價格,價位你們定了嗎? 價格是,假如說一般民眾到市場上面去購買 那價格的話應該是不會差太遠 就跟我們目前的這個統標的這個案子的話是大概1400到1600 1400到1600 對,那如果說這個是含安裝,天線 那如果說市面上的話會高一些 這樣子喔 因為零售的價格會高一些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你們的這個... 那如果原先它是有線電視的收視戶 它需要再加裝數位基上核嗎? 有線電視的話它按照原來的方式接收 沒有,跟這個無線電視沒有關係 那但是畫質甚至會改善? 無線電視的部分畫質會改善 那有線電視如果B載無線電視的話 它應該也是會有... 會嗎? 應該...但是問題... 有線電視它是... 訊號不一樣啊? 它是數位化,如果說數位化的話 它整個轉過來的話應該... 不是啦,你發射端發射出去也是數位訊號啦 接收端在Cable TV的那個系統台部分 也許有接收設備啦 但它傳輸出去的... 這個...靠這個電纜傳輸出去的訊號 是數位訊號嗎? 有數位訊號的那個品質嗎? 有線電視其實現在70%以上已經... 網路已經數位化、雙向化 那只是說中端... 有嗎? 傳輸的部分 但是中端它的基上核... 我就是問中端咩? 中端的基上核要改成數位化的基上核 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有中端的基上核嘛 所以有線電視的收視戶 它也要裝設這個... 這個中端的基上核 它才能收...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從這些...這個...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對民眾是額外的負擔? 是不是額外的負擔? 我來回答好了 好好 報告黃委員喔 這個部分呢... 1400到1600呢 我們...我們現在是跟有線... 我想從那個第二屆委員 就曾經跟這個有線電視業的談過啊 那我們現在這個了解 他們大概也是以這個... 因為他們每個... 還要交五百塊...六百塊的這個... 呃...那個是就是本來的月費啦 對啊 那麼在那個數位基上核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請他免費... 呃...免費租用一台... 免費借用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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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他如果沒有合約的時候就收回 對不對? 呃...那個就看他們... 自己的政策... 相關的合約... 對... 原則上就是免費一台... 那現在我們的了解就是... 有些...呃...業者... 他們願意... 譬如說... 呃...兩... 每戶一個月加... 呃... 呃...二十塊吧... 是不是...還是兩百塊... 哦...對不起...我不記得了啊... 一百啊... 一百...那一年就...就回本了... 加...呃... 就是多...多一台... 這個數位基上核的使用... 就是因為現在台灣... 這個有線電視的家戶啊... 平均每家的2.2台... 2.2台... 2.2台電視機啦... 這樣子... 所以我們原則上先... 就請這個... 儘量請有線電視業的提供... 一台的免費... 一台免費... 的基上核... 對... 那第二台的話... 他另外再自己來加裝... 可是問題是... 有線業者他有時候... 不這麼想... 甚至想把這個基上核... 謀利咧... 所謀謀利是什麼... 成本... 你說外面賣了... 1400到1600... 可能成本到... 800到900... 然後他一個... 那個... 有線電視收視戶... 他每個月... 除了繳他的月費之外... 還要再增加繳100... 那... 一直繳下去咧... 那個... 那個... 委員提到的那個... 另外的那個100... 可能是有些業者... 現在做一些促銷... 第二台的這個... 相關的一個方案... 好... 那... 我覺得這個價格機制... 你們要不要管一管... 是不是會一直繳下去... 我們... 現在還要去了解一下... 這個價格機制... 你們要不要管一管... 能夠保障這個... 收視戶的這個... 這個... 那... 那當然... 就是說... 該負擔的... 就負擔... 也許有一種情形... 是用分期付款的... 譬如說... 一個1400... 我就賣1400... 或是說... 給你打個點折扣... 賣多少... 那... 分幾期... 給你扣... 那... 買了以後... 如果... 一個月... 再給你收100... 那就... 聽算了耶... 變成... 有限業者... 你借著這個東西... 巧克力明不來謀利耶... 是...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注意... 因為我們了解就是說... 現在因為... 各家... 像MSO... 或者SO... 他們提供的機上河... 其實... 價位跟功能都不太一樣... 對啊... 還沒有標準化啦... 所以他們現在大概也希望能夠標準化... 那... 所以... 我們知道有的業者會提供比較陽春型的機上河... 那有的又提供比較多一點... 那...關於委員... 市長資訊會亂... 對... 我們會去了解一下... 消費者哪懂... 那消費者哪懂那麼多... 我想請那個... 蕭署長說明一下... 請說... 報委員... 基本上... 有限電視業者提供的機上河... 基本上是免費的啦... 對啊... 然後... 你說誰是免費的... 是... 收100塊... 一個月收100塊... 其實它是提供另外的套裝... 多幾個HD的節目... 所以就... 消費者也... 如果他願意再收看HD的節目... 會去... 這是additional的啦... 是... 除了基本這幾台之外的... 額外的... 對...有額外的套裝... 那消費者有沒有選擇的權利... 當然有... 所以... 你們要保障... 要確保消費者選擇的權利... 就是說... 我... 譬如說我一個月付600塊... 月費... 我可以收拾哪些節目... 對不對... 對...基本的... 然後... 為了... 因為加裝... 因為... 因應政府節目數位化... 所以說我... 為了要這個... 這個... 要這個數位化的部分... 我加裝了一個... 機上盒... 那... 加裝機上盒是... 是... 是... 是...為了這個... 600塊的這些... 譬如說40個channel... 或50個channel... 或100個channel... 的... 的收視... 的數位化... 的一個升級的錢... 對不對... 那我如果... 還要再... 除了這個之外... 還要再加裝... 的... 那才算是100塊的... 對... 是不是這樣子... 要再收看其他的節目... 並不是說... 這個... 15個數位台... 數位台訊號... 齁... 那... 要... 要... 100塊... 然後... 15個台以後的... 齁... 所以... 這是機上盒的部分... 這是... 最陽春等級的... 對... 它跟有線電視不一樣... 你... 目前家裡如果... 收看有線電視... 就繼續收看有線電視... 對... 跟我們在... 數位轉換這個計畫... 是無關的... 對... 那我們現在... 在推行這個... 數位轉換計畫... 就是... 其實就是... 呃... 我們怕... 有一些... 可是... 剛剛主委說... 機上盒... 是免費... 免費提供... 呃... 有線電視的... 數位化... 它是為了... 有線電視的... 數位化... 那就是把... 有線電視... 原來的品質... 類比的信號... 通通改成... 數位信號... 是... 而且它會... 再加一些... HD的頻道... 所以... 那是幾台... 基本... 基本的是幾台... 如果以... 以下... 那目前... 收視幾台... 就幾台囉... 對... 有線電視... 目前都是... 100多台... 它還是造就... 但是它另外會提供... 四五台的... HD節目... 其他的部分... 那一百塊就是... 對... 額外附加的... 另外的HD節目... 是... OK...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要讓... 消費者充分被告知... 不要讓消費者覺得說... 我又多被扒了一層皮... 是... 了解... 沒有額外附加... 是... 那個... 好... 那謝謝主委... 謝謝各位處長...